中秋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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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回去家里 中秋节前夕金融市议员同志伟 赠送金融知名月饼礼盒 给金融市仁爱国小弱势学童 这项公益活动已经持续四年 捐赠者是这位相当低调的刘先生 也是仁爱国小校友的他 每年三节固定捐赠100份礼盒 刘先生强调因为受到同志伟的理念感动 希望透过实际行动让社会更加温暖 我认识佟议员是在他还没有就任议员之前 我就与他相识 然后听过他讲一些 他对于这个金融地方 以及社会上的一些 他想要服务 以及有这个热情 那我被他的这个热情所感动 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是金融的土生土长的子弟 那我觉得听佟议员他的讲法 我觉得他能够真正的把 我们回馈社会的心 真正落实到最基层的民众的身上 所以我就决定从 同先生当议员之前 我们就开始利用协会 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做这件事情是很开心一件事情 那希望能够借由媒体 让更多的人能够投入这个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相信就是 真的是会让自己变得更开心 觉得生活更有意义 很开心 因为感觉这礼盒里面的东西很好吃 小朋友开心的捧着刚拿到的秋节礼盒 包括仁爱 姓意 男农 及成功这四所国小的弱势学童 在每年的端午节 中秋节及春节 都能获得节庆礼盒 让同志伟相当感动 非常感谢刘先生 长年以来对这个弱势家庭的关怀 每一年到了三节 刘先生都会主动的到服务处来 希望来媒合我们仁爱区的四个小学 然后把弱势户的关怀送到他们的手上 那我想这份善举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感动 因为刘先生是默默行善付出 为善不欲人知其实 那他今天愿意受访 其实我也很意外 那他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 有很多小朋友还是需要我们社会的关怀 那也希望抛砖引玉 让我们社会各界 关心我们金融市的弱势小朋友 校方也肯定同志伟争取 民间资源协助弱势学童的用心 尤其持续不断的做法 更能让小朋友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与家人欢喜过中秋 其实在社会上帮助弱势的孩子很多 但是刘先生这个是非常特别 对我们学校来讲 因为他连续四年 而且每一年的三节 对我们同一群的孩子们 表达这个关怀 我想这个长期跟持续性的关怀 其实对孩子来讲 会是有很深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这边也非常的感谢刘先生 那也非常感谢同志伟同意员呢 帮我们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资源 然后来关怀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孩子能够在三节里面 连续四年都能够暖心的过节 中秋节快乐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